就在刚刚,野门的胡彩武装组织对外舰宣布,在红海海域击沉了阿联酋海军装备的新型护卫舰。 虽然这艘轻型护卫舰为不足1000吨,但舰上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,拥有极强的隐形能力,单舰建造成本足足高达2亿美元,性能甚至超过中国制的056型护卫舰,被击沉的法治半路马级护卫舰,为何这艘战舰会被击沉? 原因是这几天来,沙特等中东国家不太老实,组织了中东地区的海军组成舰队,对尼门附近发起炮击。 据称这次进攻是中东国家自发组织,美国和西方国家并没有参与其中,显然缺少了美国的支援这些中东的土大户打起战略,并不是那么轻松。 虽然阿联酋和沙特都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轻型作战舰艇,但没有完善的指挥,注定是一群乌合之众。 到最后,这艘阿联酋的半路纳吉护卫舰贝勒古,和一门伊朗仿制中国英机82的导弹机中训练,半路纳吉护卫舰上装备了最先进的项控阵雷达,并且配备一门先进76毫米高托速射火号和八连转导弹垂发系统,虽然综合性能强悍,但实战表现却让人难以接受。 据西击沉这艘战舰的导弹是中国80年代英机82导弹的仿制型。 在上个世纪80年代,中国将英机82导弹技术打包送给了伊朗。 现在英机82已经陆续退出中国的战斗序列,而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却依然还大量使用干型导弹。 A1枚已经落后世纪,水平30年的导弹击沉。 显然这艘半路那几护卫舰有些死不瞑目。 中国指英机82导弹据当地报道,胡在武装占领了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台塔。 中东联军在路上一直久攻不下,只好派出海上战舰,从海上炮击掩护路上军队的挺进。 不过却没有料到胡在武装,早就已经料到了会从红海发动进攻,所以有大量暗防导弹埋伏。 而这一次正好中了圈套,重创了联军的海上舰队。 阿联酋先前被击沉的隐形特种运输舰,事实上类似的教训,去年就已经发生。 胡在武装使用了同样的导弹,击沉了一艘阿联酋的一艘美智引停特种运输舰。 显然阿联酋没有吸取教训,已经有两艘战舰起在红海,而中国的英机82导弹,则再次在实战中取得战功。